真的你过得好吗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 我给大家分享了很多 关于《红楼梦》的文章 今天我们接着来聊《红楼梦》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初读《红楼梦》 人人觉得黛玉冷清 并比西子多一分 永远是梨花黛玉的模样 身子若动不动就可血 心又叫笔杆多一窍 万事思虑重重 别人一句话一个眼神 他都看在心里 并且言语刻薄 对天对地对空气 一个极著名的桥段 是周睿家的给姑娘们送花 黛玉先问 是单送我一人的 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 周睿家的道 各位都有了 这两只是姑娘的了 黛玉便冷笑道 我就知道 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现实生活中 谁不怕有个林黛玉式的朋友呢 好心好意给她送花 她还要挑个子丑银帽 别人都有她不高兴 送得晚了她更不高兴 孤傲 清高 心眼多 一个孤冷形象 悦然直上 再反观薛宝钗 一本《红楼梦》120回 没有宝姐姐说错的话 得罪的人 做错的事 用八面玲珑 长袖善舞来形容 并不为过 别说府里的长辈了 就连下人们都最爱宝姐姐 地催亭外 薛宝钗无意听到 红玉和坠儿的秘密 未免节外生枝 便假装是追赶林黛玉到此 向二人笑道 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 红玉和坠儿的第一反应是 了不得了 林姑娘蹲在这里 一定听了话去了 若是宝姑娘听见 还倒罢了 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 心里又细 她一听见了 倘若走落了风 怎么样呢 若是宝姐姐听见 还倒罢了 由此可见 丫鬟们对薛宝钗的信任和认可 史湘云的评价 则更为直接了当 她跟林黛玉斗嘴时道 我只出一个人来 你敢挑她 我就服你 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 就算你是好的 我算不如你 她怎么不及你呢 口碑之高 可见一般 如果说 林黛玉像块千年悬兵 需要时时刻刻 用真心 用真情去暖着 薛宝钗则像个大暖炉 无时无刻不再体贴着身边人 春风拂面 何须温柔 然而 再读《红楼梦》 对黛玉和宝钗的印象 却全然颠覆了 看似冷冽的黛玉 拥有滚烫的心 看似温暖的宝钗 却恰恰冷面冷心 先说宝姐姐 最令人诟病的片段 是金串头颈一张 王夫人把金串 逼得头颈 原本是一桩惨无人道的权势霸凌 八面玲珑的薛宝钗 却安慰王夫人道 据我看来 她并不是赌气头颈 多半是到颈跟前她玩 失脚掉下去的 这一出去 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 岂有这样大气性的理 纵然有这样大气 也不过是糊涂人 不为可惜 意思是 金串倘若是被逼头颈 不过证明她是个糊涂人 死了也不足为息 知焰斋对此评价甚高 认为薛宝钗是 善劝人大见解 有一说一 薛宝钗的确善劝人 三言两语间 就开解了王夫人的心结 但面对一条人命的殒丧 薛宝钗的一句 不为可惜 是否令人不寒而栗呢 很多人认为 这个片段张写宝姐姐 心肠狠毒 天生冷血 我倒并不认为 薛宝钗是一个极其聪慧的人 大宅门里的恩恩怨怨 人情冷暖 早瞧在她一双慧眼里 对于金串的死 她必然心知肚明 是王夫人的罪过 乃至于对金串本人 她亦是怀有同情的 否则 她不会将自己的衣服 送予金串入恋 这对古人而言 是非常忌讳的 宝姐姐是明事理的 然而 宝姐姐断然不会挺身而出 除了明哲宝身外 更重要的是 薛宝钗是一个 内心极冷的人 这种冷 倒不是冷漠 歹毒 而是孤冷的冷 冷眼旁观的冷 说白了 她不想跟任何人 任何事 建立真正亲密的联系 不愿意跟凡尘俗事 产生深刻的羁绊 既不愿托付真心 又不想惹麻烦 她只想做一个 置身置外的旁观者 人人都说薛宝钗好 可薛宝钗跟谁真正要好呢 史湘芸吗 不 史湘芸把薛宝钗夸上了天 可她每回去大观园 都留宿在萧香馆林黛玉处 整部《红楼梦》中 跟史湘芸互动最多的 绝非薛宝钗 而是林黛玉 唯有林黛玉在 画面才是喧嚣热闹 有打有笑的 宝姐姐就像一座风碑 人人皆夸她好 但风碑站得太高 任谁都不敢亲一亲 近一近 便连宝玉也说 这个膀子要长在 林妹妹身上 或者还得摸一摸 偏生长在她身上 薛宝钗的冷 是发自内心的 即便她愿意趋一逢迎 以无人感轻挑卸弯 就像身边很多高冷女神 一言一行 无异于常人 但就是有一股 巨人千里的气质 再看林黛玉 黛玉看似高冷 但书中所有的热闹场面 都是她贡献的 一个弱不禁风 常年用人身续命的人 却从未缺席过 任何一次聚会 这个灯会 那个诗会 这里看戏 那里赏雪 处处都有林黛玉的身影 如果说 薛宝钗是一个 不愿跟凡尘俗世 产生过多羁绊的人 林黛玉 则是一个 极度渴望跟他人 拥有过命交情的人 他喜欢宝玉 就见不得宝玉 对别人好 他也喜欢湘芸 所以不愤湘芸 称赞宝钗 林黛玉是极其渴望被爱 而且是极浓极烈的爱 所以他时常出口刻薄 任何一个 拥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 越是亲密的关系 越多叨扰 冒犯 争吵 红脸 我们很难对陌生人 吃鸡白脸 却时常与亲近之人 吵闹别扭 薛宝钗想要的 只是陌生人的相安无事 顶多亦不过是 熟人的点头之交 而林黛玉渴望的 却是摩擦 碰撞 乃至灵魂与灵魂的交汇 熟冷熟热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 值得玩味 苦命人湘灵 想学诗 湘灵是宝钗哥哥的侍切 照理说 跟宝钗更为亲近 但却偏偏找了林黛玉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有些不合常理 而林黛玉不仅交了 还交得很耐心 交出了成绩 就更令人玩味了 像不像我们身边某些朋友 不好惹 脾气爆 当我们需要帮忙 就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他 因为他不帮则已 一帮又定会尽心尽力 可以这么说 如果要与一个人相处 我会选择薛宝钗 他想要的是泛泛之交 而我也刚好愿意成为他的泛泛之交 但倘若要选择一个人成为生死之交 我必然会选择林黛玉 因为唯有待遇会待人以真诚 别误会 我并不讨厌薛宝钗 相反 我在某一程度上 很能理解宝钗 他不是坏 只是冷 聪慧使他明事故 既知了事故 就再难不事故 宝姐姐自有宝姐姐的好 她虽清冷 却亦尽己所能独善其身 胸中未必有大善 却亦在一饭一书中 赐予过他人宽容和暖意 宝姐姐一个本性孤冷的人 活在热闹的大观园里 她已经尽力了 只是人人都有她的本色和伪装色 宝姐姐内冷外热是伪装 林妹妹外冷内热又何尝不是伪装呢 就连伪装本身都并非一个贬义词 凡尘俗世中 谁人不伪装 谁人能处处以真面目示人呢 人人赞颂林妹妹的真性情 可与这样的真性情相处 又有几人能受得住呢 说白了 人性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人活一世总会遇上各式各样的人 有人满口仁义 却坏事做尽 有人冷口冷面 却心怀仗义 有人小节不拘 却胸怀大意 有人衣冠楚楚 却满心算盘 一个众叛亲离的人 却可能在危难时刻以身殉道 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却可能在利益面前束手两端 有人能做朋友 却不能成至交 有人能脱生死 却不能化家常 有人只能同甘 有人只能共苦 有人能够交心 有人却只能交心 有人相伴一成 有人相守一世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底色 各自的底色决定了各自的命运 也决定了各自所处的位置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林黛玉 也会遇到很多薛宝钗 无需去抗拒任何一种底色 更重要的是 恰如其分地 跟每一个不同底色的人交往 跟奖金的人奖金 跟交心的人交心 切勿颠倒